好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支韓服的更新內容 首先呢 寶石傑跟這個 等一下等一下 先不要害YT 我先查一下這個怎麼唸 Taycon吧 Taycon 接下來有一台車 德哥也很興奮 那就是Taycon 對 Taycon 喔 他唸Taycon嗎 欸 真的唸Taycon 對啊 他也是唸Taycon Turbo 對啊 那就是Taycon 等一下 我剛剛那一段要傳嗎 好 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支韓服的更新內容 一樣是按照慣例 兩週出一台復刻車種 這一週的復刻車種呢 是這台 等離子EXV 這台也是經典中的經典 不過暫時我們還沒有弄到這台車的門路 我先客家一波 如果借不到的話我再來開 那另外一個更新呢 就是這台 大家有看到嗎 這台是Porsche的車 剛才我稍微查了一下 叫Taycon 4S 這一台車呢 也是這一次Porsche的車 手遊跟端遊一起跟寶石捷聯名的 也是寶石捷第一台電動車 蠻厲害的 我們先買個30天來玩玩 不過比較值得注意的事情是 它沒有因為它是寶石捷就把它改得很強 它的實際上還是一台白狂車 它有三個紫框的配件 但是因為它的推進器是白狂 它的定位就變成白狂車了 所以意味著它這台車的數據並不是到特別好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基本數據 970、949、952、806跟極限量640 算是一個蠻普通的一個紫框車的數據嗎 我們剛剛變完魔術之後呢 它的車現在是一個1000的一個數據 哈哈哈哈 我們先來試一下高速 等一下 我們先把音樂關掉 欸 我不知道這件事欸 來 我們進入遊戲之後 大家注意一下 它的起跑聲音 很靜音 然後我們單噴 我們連噴一下 這Tizen的 啊不是 那個 那叫什麼 Dizen的吹風機吧 這個是那個吹風機的聲音吧 Dizen的那個吹風機的聲音啊 而且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它噴出來的那個噴火 是藍色的 然後車頭偏長 然後開機的聲音 也是 有啊 看起來還蠻帥的 看起來 Nexon還是有專門 為了寶石捷 稍微改一下設計 雖然我覺得這個藍色實在是 不知道為什麼 總會讓我想到廁所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一直想到廁所 但是 嗯 誠意是夠的 還對得起寶石捷 還行 可是這台車是帥的 這台車是帥的 不對啊 我好像我誇 外型好看 誇到的也不是 也不是跑跑 誇的是寶石捷 比Nline強多了 那確實啊 比現代強多了 我查了一下這台車好像要400多萬 對不對 落地價可能500多 我說實車啦 實車 Lucy400多萬 我連Lucy都買不起 我只買得起天竹鼠車車 的訂閱貼圖 看起來很滑 偏滑 偏滑 是要用到廁所 走開 他要用到廁所 就像不停 趁ures 或是 nå 你 你 那 如果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有出问题拉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有可能金框的零 然后他的成绩就快那么多 果然是保时捷好扯 然后我们再测一下重心 但我刚跑起来觉得重心可能就没那么好 最近赛车游戏是不是都喜欢跟 跑车联名 你看急速领域联名麦拉伦 然后跑跑卡丁车联名 保时捷 那如果什么阿光速城市 急速快车手 那些游戏还在的话可能就是连什么 连什么 大牛小牛阿 全部一起联名 然后 你看一下这个 重心 重心偏车头 果然 他重心没有到特别优 但是我觉得还行 我们就 等一下我问一下 这个GP他是S2还是S4 还是S1 S2 好 那我们就 实战环节 以往的实战环节 Siri我没有叫你 以往的实战环节 我们都是直接到团体竞速赛测试 我们这一次刚好 他为了保时捷开了一个全新的GP赛 我们就直接进去闯荡一下 怎么这里都能遇到你阿 撞长仔是不是 他这个模式应该是 所有人的车都 他这个模式应该是 所有人的车都 他这个S1阿 谁做S2的 这明明就S1 我想说怎么那么慢 前面说S2的一个一个给我出来 我决定了 等一下 测完实战之后 我要去计时赛 玩一下脸喷 我要听他那个一直喷的声音 他这个喷咽 怎么感觉有点像绿色的阿 他这尾段是清绿色的 感觉尾段是清绿色的 还是我不该认真在这种事情上 所以假设阿 假设有消费者 他们去 去买这台车的时候 发现 这台车不会喷二段家族 然后喷出 诶 那个颜色 也不是这个颜色的话 是不是可以提告 消机会这样 广告不死 我们去等级再测试一下 来试试看 怎么又有你 这里也有你 你不要再撞场阿 100吧 开一颗 诶 之后我的喷咽颜色 跟大家不一样 我最帅 我开这台车 他的 我刚才要讲什么 我忘记了 好的我想起来 他的车头比较长 所以 贴弯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尽量不要太贴 多挤一颗 我属于 我属于那种 开气键只按一次的 所以我很 我必须要很 很认真的去听 那个开气的声音 可是他这个开气的声音真的是 太安静了 跟狗狗的旗广旁一样 然后我都很难去算那个 算那个时间 不习惯 对啊 这台是POST TICON 你掉下去的声音都是 可是白框车还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白框车的缺点就是 他的起跑还是会比金框车慢 诶 他马上打脸吗 等一下小朋友才起跑 我们这一开始就领跑 我们这一开始就领跑 好爽喔 在这个月里面我连续开到 我人生就已经开过两次超跑了 一台 麦拉伦的600LTE Spider 然后另外一台是 那个 POST TICON 4S 太爽热 等一下我再 等一下我再去GTA开我的T20 太爽了 还有一台大牛是不是 三台太爽了 那个大白牛 他的起步是120%强化输出 所以他跟一般的白框车不一样吗 我等一下去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一般白框车的起跑 一般白框车的起跑是110% 那这一台台 TICON 4S是120的起步强化输出 所以他是 假白框 他的白框设置应该只是 我自己在猜啦 因为我觉得 从刚刚试跑完之后 我觉得他的底数据太强 有可能是Nexus 你觉得这台车底数据太强 如果再加上 他是紫框车的话 如果被上金框的配件 那这台车会强得 有点夸张 可能会取代掉游侠 或者是 甚至魔怪的地位 所以才可能这样改 不知道 我猜测啦 他的起跑 竟然也是跟金框车一样的 太省啦 不知道他有没有自动驾驶功能 哦 我录一个好了 我录一个 我录一个自动驾驶的 诶 他自动驾驶 我没有在开 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方向 但是他会帮忙开 你看哦 我手根本没有放在上面 你看 这个人工智能的自动驾驶 还是不太能相信 还是会撞强的哈 有一个白金的 我要吃阿芬 我要用白框车吃阿芬 上啊 台积电 他一看在跑这种车的时候 呃 在跑这种图的时候 就优势很大 因为他U1很快 应该还蛮明显 他U1很快 可是他提速很明显 感觉就还好 我去处理一下 哦,對手只剩一個 哇,沒人到甩了 無情的吃分機器 無情的吃分巨獸 舒服 這個車真的是潛力蠻大的 感覺在跑某一些地圖還蠻厲害的 其實比較可惜是 它就是只能30天 因為它在商店賣嘛 它就只有賣30天的 它沒有辦法永久 然後它也不能齊千只合成 雖然說你只要上線 它就送你一天的試開 但是它沒辦法合成永久 沒辦法紀念 沒辦法收藏 也是比較可惜的 我在猜這可能跟 他們訂的合約有關 因為其實合約那個 期限一到 他們合作關係解除之後 你就沒辦法再使用寶石節的商標 所以 有可能是因為這樣 那我們最後做個總結 總結這一台PORSH的TICON4S 我覺得蠻厲害的 雖然說車頭有點強 但這也是它唯一的缺點 其他我們主 主觀因素 我們撇除開 什麼 那個 噴焰的顏色很醜 然後聲音很 很悶 很 很煩躁很焦慮 這個東西都是主觀的 我們先撇開 有人會喜歡有人會討厭 跟哈密瓜一樣 但是我們客觀來講 他除了車頭比較長這一點之外呢 其他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台車 至少在白框車裡面 基本上是 沒什麼對手 唯一跟他可以拼的 只有毛筆 所以這台車 台服我不確定會不會一起上 但是我還是蠻建議大家 如果有玩韓服的朋友呢 可以去商店弄一台 TICON 我覺得蠻不錯的 好大概就這樣 好再一個連噴聲音 錄個連噴聲音 1月23號晚上8點上線 會送SHOTIM300天 真的假的 那你知道 那你知道 1月23號晚上8點上線 開我的直播 會看到我在玩奇速裡面嗎 會看到我在玩奇速裡面嗎 我們試試看連噴 有了吧 剛剛那個誘了了吧 剛那個有了吧 先走 我們下集再見囉